麻风拳共有十一世 看似杂乱无章却暗藏杀戟 一旦攻城便可天下无敌 只是此拳却有一个最大缺点 一旦念成立刻分颠沉默 今天给大家带来43年前的老电影《麻风怪拳》 铁桥三自幼喜好武功 终日在家刻骨洗练 父亲疾病产生 眼见命不久矣 临终之时将村长的一份书信交给阿三 让他投靠镇南医馆的孟平馆长 随后阿三便按照地址来到城州 可是他一到医馆便因为不会说话 得罪了三当家吉野 被他的手下一顿暴揍倒地不起 就在这时孟馆长听到动静走了出来 看他是好友曾村长介绍 不好回绝便将阿三留在了医馆之中 只是阿三并不知道 这个孟馆长并不是什么好人 虽说开的是治病救人的医馆 却干着强迈强迈坑蒙拐骗之时 医馆生意不好不思改进 却指使一帮手下来到大街之上 见人就打 弄得满街都是受伤的百姓 阿三本是善良之人 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 于是拽着一个百姓延起戏来 随后另一伙手下适时赶到 挨个推销起医馆生意 好一个左手倒右手 只是没想到的是 阿三的演技太差 很快便被二当家的识破 抓回医馆就是一通的惩罚 阿三受尽了他们的折磨 与此同时 孟馆长不但坑蒙拐骗 竟还勾结官府 私下做起了鸦片神意 恰巧被阿三看到 这还了得 孟馆长立刻命吉爷 对阿三展开追杀 阿三虽说有点功夫 可是奈何对方人多势众 最终被打成重伤 昏了过去 吉爷自当阿三已死 这才率人离开 幸运的是 随后阿三便被打鱼的阿红救起 带回了家中 在干爹老叫花的救治下 阿三很快便伤好痊愈 在镇上一家杂货铺里 专心的当起了伙计 杂货部老板 红书人好 对他照顾有加 这天 他和阿红来到一饭馆吃饭 饭馆老板不但对伙计 尖酸刻薄 而且菜贵 碟子小 赢得一重食客不满 于是纷纷将吃完的盘子 扔到水中 美名其约 飞来飞去 伙计小老鼠 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专做没看见 只是阴差阳错间 阿三拦住了一只碟子 小老鼠上前与之理论 话不投机 两人立刻打了起来 脚的饭馆是一片狼紧 小老鼠也因此丢了工作 阿三看他也是善良之人 于是便将他介绍给了杂货部红书 和阿三一同当起了伙计 可是没想到的是 阿三在饭馆这么一闹 便暴露了行踪 孟馆长得知阿三没死 顿时寝食难安 唯恐他将贩卖鸦片的事透露出去 于是决定找机会将他抓回 人心能有多毒 阿三正在杂货部干活 一个管家模样的人走来 声称县台也过寿 需要三弹 善等的大米送到县府 生意上门 红老板大喜 当即吩咐阿三和小老鼠前去送货 不成想 这正是孟馆长设下的毒计 果然就在阿三送货的路上 一家店铺莫名的着起火来 阿三没有多想 立刻和小老鼠前去救货 可就在他们救货的同时 孟馆长的手下则趁机将他们的大米换成了鸦片 并串通了官府 将他们拦下盘查 阿三此时却浑然不知 红老板眼见大米被查 联盟上前解释 不想一刀下去 大米竟然变成了鸦片 这令红老板和阿三大吃一惊 不容分说 官兵们便将红老板抓回了县衙 贩卖鸦片乃是重罪 红老板就这样不明不白的送掉了性命 阿三不由的悲痛无比 心中暗想 一定是正南医馆干的 只是此时阿三深知 不是孟馆长他们的对手 只得暂时躲避起来 不想孟馆长并未就此罢休 是要除掉阿三这个心头大患 很快正南医馆的人便找到了阿三他们 一番激烈的打斗之后 阿三被打倒在地 千军一发之际 海滩大师飞升而来 三犬两脚便将阿三救下 大师看出阿三是一个练武之才 没有说话 只是拿着木锥在他的头上敲了三下 随后便转身回到四周 阿三心姿聪慧 立刻知道大师的意思 夜班三更十分便来到庙中拜见大师 大师见到悟性很高 与佛有缘 便将一套武郎八卦棍交给了他 此棍法乃名将杨武郎所创 将枪法和棍法融为一体 圆可攻 尽可防 阿三经过一番艰苦的习练 很快便将这套武郎八卦棍尽数学会 得知阿三藏于四周 正南医馆吉野 立刻气势汹汹的找来要人 海滩大师谎称没有此人 吉野大怒叫搜查 大师却微微一笑 施主可随便找寻 不过要是发生什么事情 可不要责怪贫僧 席爷一声冷笑 你吓唬我 我可是从小吓唬大的 随后一伙人便开始在寺中大肆搜查起来 这个疯婆子太吓人了 吉野刚来到厨房 一个面容丑陋 疯疯癫癫的疯婆子跑了出来 将众人吓了一跳 吉野大怒想要教训教训他 哪知疯婆子武功高强 一套麻风拳使出 轻松将一众人打到东岛西外 眼看不敌 吉野立刻撒腿逃走 阿三一看大喜 联盟上前拜师 想要学习麻风神拳 可是疯婆子性情古怪 哪肯教他 其实疯婆子乃是老教花的老婆 眼见他不肯受阿三为徒 老教花灵机一动 决定来个激将法 声称他也可以教 随后便开始教授起阿三马风拳 只是老教花的马风拳稀松平常 一番不伦不乐的笔画过后 将疯婆子差点气吐了血 再也无法忍受 终于受阿三为徒 只是此时师父却没有立刻开始教他 而是让他做一些与恋武无关的事情 不是在合力摸鱼 就是去后山抓田鸡 并且还在破步之下 接受瀑布的锤打 其实这是在锻炼他的基本功 这天阿三得知 孟馆长过两天将要庆贺六十兽弹 觉得饥不可施 于是大手当天便化妆成武师混入镇南医馆 想要偷袭孟馆长 只是孟馆长激进无比 躲了过去 于是一场混战随即展开 一番打斗过后 阿三第一个便将吉爷送去领了盒饭 孟馆长一看手下被杀 顿时大怒 立刻上前与阿三打了起来 阿三不敢倾抵 是掌五郎八卦棍与之对抗 水城小 孟馆长武功高强 一柄光弓刀捂得水泄不通 将阿三逼得接连后退 一个不慎 小老鼠便密葬刀下 阿三最终也被申请 好在老教花及时出现 趁其不备将他救回 随后师父便开始教授他 真正的麻风神拳 麻风拳共十一世 朝朝致命 世事无敌 看似杂乱无章 实则刚猛无比 阿三天资聪慧 悟性极高 很快便将十一世麻风拳 融会贯通 尽数学会 爆出知识已到 不想还未等阿三前去 仇人孟馆长 却先找来 仇人先见分外眼后 阿三当即施展麻风神拳 与他们站在了一起 麻风十一世 一世强四一世 一招分四一招 待到最后一世打出 孟馆长和手下 再无招架之力 最终被送去领了盒饭 可是就在这时 阿三却突然神情大变 麻风神拳 一到巅峰状态 竟然瞬间走火入魔 忠诚一带风霞 展麻风神拳 一到巅峰状态